大家好, 欢迎你到天神区块, 我是天神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 它就是Barrer Chain, Focused on Define Layer 1 Project 另外,这个Barrer Chain 都会有一个预期的空头出现 所以今集都会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在这个链上做一些交互 尝试可以拼击空头 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和赞好这个频道 我这个频道会定期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市场最新资讯和项目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也可以加入会员, 支持我频道营运 回到这个Barrer Chain 首先, 这个Barrer Chain 为什么我说它超级巨型呢? 因为它在这个主链都未正式出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融资了4200万 而且是由一些超级巨头去带领 首先, 我们有这个Poly Chain Capital, 非常之劲 然后, 也有Tribe Capital, 很多很熟悉的巨型VC面孔 而且, 你看到TIA那只币, 之前很厉害的那只币 也有它的Covinder, 支持 所以, 你看到这个阵容是非常之豪华的 另外, 也有OKExpensure, 也有去投资这个Barrer Chain 所以, 大家就不容有失 而这个Barrer Chain, 它主力就有一个非常之大的特点和创新 它就是要解决Define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 它整条公链就有一个非常之核心的共识机制 就是Proof of liquidity 你就可以透过提供流动性, 在它这条链上, 获得它的一些奖励 为什么它这么重视流动性呢? 因为, 如果你是玩Define的Project, 你都知道的了 Define的项目, 它的存亡 就完全取决于, 它那个Project有多少钱在里面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就是NFT NFT在Blur未出来之前, 你是想即时变现, 是非常之难的 当你那个FOMO情绪, 或者新Project launch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那个Liquidity, 就会慢慢去死去 没有一个激励机制, 去奖励别人, 去提供流动性给这些Project OpenSea, 它就没有做这些东西 所以Blur看到这个问题, 它就彈出来 它就决定用一个Blur的机制, 去奖励一些为NFT提供流动性的人 当你越贴近Fallup Price, 地落bit的数量越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越多的Blur Token 每一期就在这儿, 去赚这个Blur 现在NFT的市场, 都因为Blur的流动性是大了很多的 可能一些蓝筹项目, 你会有1000if 在那个Liquidity pool那里, 就是那个Bitch那里 随时给你去变现的 回到这个Blur Chain, 它们想做的事都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它们的规模和层面就更加之大 它们就希望透过Blur Chain这个奖励机制 它激励利利用户在这条链上, 提供一个Liquidity 之后, 这个Barrer Chain 主力有三个Token 第一就是Barrer, 第二就是BGT, 第三就是Honey 都挺复杂的, 因为你要解决这个一直以来存在的流动性问题 这个奖励机制, 你要确保这个生态可以持续下去 甚至乎可以被弹出的话, 一定要设计得非常精密 我自己有做了一个简单的表, 让大家方便去理解 首先我们有这个Barrer, 它就像一个GAS Token 你需要Barrer, 去做一个GAS Free 你没有Barrer, 在链上什么都做不到 第二就是这个Honey, 是一个Stable Coin 它就是1比1, 就配合了USDC Honey 为什么存在呢? 它就是方便你去搞这个流动性池 因为我们通常是一对的, 比如你要搞这个Bitcoin流动性池 那你就要有Bitcoin, 还有Honey 这个Honey 纯粹就是一个Stable Coin, 方便你去建一些LP 之后, 我们就有这个自理代币BGT 这个BGT 非常之特别 通过这个起这个流动性池去获得 你起完一个流动性池的时候, 就会随着时间, 慢慢就会farm到这些BGT 但这些BGT是不能交易的 但你可以burn BGT 1比1, 换回Barrer 你看到那些情况下, 很容易就会一个死, 就整个死 但是这个Barrer Chain很巧妙, 就将这个BGT 设定为不能交易 再加上你可以burn BGT 换回Barrer Chain 变上它这个Ecosystem, 它要管理的东西就少了 大家要记住一个重点就是, BGT可以burn 换回Barrer 但是Barrer 没得换回BGT的, BGT的获取途径 你只可以在这个LP那里获得 但是Barrer, 除了你可以burn BGT 之外 你都可以透过stake一些asset, 就去获得Barrer 而Honey如何拿呢? 你直接在它那条链上, Mint 就可以了 看看它白皮书简单怎样介绍 Barrer 也说了就是一个gas token 你去交易的时间就需要它 BGT 就是一个治理代币 你可以怎样拿BGT呢? 第一, 你就要去deposit liquidity 在它Best 上面, 即是它那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 那就可以提供一些LP, 你就可以赚到BGT 你也可以借这个Honey 在这个借贷平台上面 它这个LAND就变了Brand, 因为吃那个Barrer 第三, 你就可以提供Honey 在这个交易所上面 变了BHoney等等 这些就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你要去拿BGT 你也要存钱在那个 liquidity pool里面 那你可以拿BGT来做什么呢? 那你可以指定一个validator 它去帮你投票 你看到这个就是那个投票 那用户他可以呢 当他提供了 liquidity 之后 他会得到BGT BGT 字里代币是真的拿来投票的 不是说一下就算的 这个投票也很重要的 在这个链上面 那他们就要指定一个validator 去做一个投票 那待会我给你们看实详 你们就明白了 validator 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票数 或者那些权力 那就要去决定 究竟哪一个dex pool里面 他们是可以获得较高的一个BGT reward 那再简单一点 这个例子就好像你去投票给一些议员 那些议员就会帮你决定 他们的钱究竟是分到哪些社区设施里面 可能如果你是喜欢体育的 或者你是既得利益者 那你就自然会投相关的一个议员 现在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而且刚刚说到 既得利益者不单只是你 甚至乎项目方 validator 本身 他们自己都有一些背后利益 所以他们为了 等多些人 点名 就是投他们一票 他们有机会可以贵赂你 而这个贵赂 Bribe 都是在这个Ecosystem的机制里面 说明会有的 那它不单只是一个口讲 而且也有一个code 实际上去执行这个Bribe 那这个Bribe是什么呢 它就为了让你投他一票 因为可能它就想 在某一个项目上面 拿多些流动性 那自然它就需要你们的BGT去投他 他们为了可以多些人投他 他们就可以利用一些手段 例如派币 给多些reward 等你们投他一票等等 那这条链简单看就是这样玩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怎样操作 因为时间都没有 我没想过用了那么多时间 首先我们来到官网 你看到一个depth 那首先我们去选 Farsus 就是这个水龙头 因为水龙头 是可以拿到它这个Tesla的币 那你就去贴你的address 拿Metamask的address就可以了 那你贴下去 贴完之后 你就去拿Token 那就很简单 直接就拿到的了 当你收到之后 我们就需要拿这个币 那就去swap它 那你见到楼下这里有六个 它主要bearer chain 现在Tesla上 主要六个去中心化的程式 那我们先去这个bass上面 那去了bass的时候 那你就去按swap token ok 那swap token 我们就把刚刚我们拿到的 它就是bearer ok 之后我们就去换这个stg usdc 那我刚刚还没说怎样加入网络 那你不需要特意去搞的 那你去swap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你add 你按connect 然后approve就可以了 那你swap的时候 你就不要swap你所有收到的bearer token 为什么呢 因为之后你要留一些gas给自己去做交互 还有你都要加一个equity pool 你大约会收到0.1左右 那你可能swap一半去stg usdc 那你有稳定币主要就是拿来换这个honey ok 那当你做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去honey这个app那里 那去honey那里 那你就将刚刚swap了的stg usdc 那你就变成honey 那直接swap 那你就approve它 那之后就可以搞定了 那有时会出error的 它这条链因为都是testnet的关系 会有错误的 那你refresh page 那就可以成功了 那当我们有这个honey的时候呢 那就万事俱备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 那就可以provile一个equidity 那我们就去回这个bass那里 ok 那之后去pool 那我们就去找一个pool 那就去提供一个流动性 那我们通常呢 就会选这个50w bearer 和50honey的 ok 那这个纯粹是 是的 适当选 之后你就可以呢 将你刚刚拿了的honey 和bearer 那就全部放进去这个池里面 那你就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数量 那如果有时出error 那你就改一下这个数字 那最主要你都是provile到equidity 就可以了 那你说多少我觉得就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你有这个交户 那譬如你去按握 swap了之后 那你按prefill 那之后按approve 之后 profil liquidity的时候 加了的时候呢 那你就完成了的了 那你可以在哪里查回呢 拿去history那里 那你查回 那这里就会看到自己 有没有加到这个equidity 如果加完之后呢 你去reward这个位 那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出来的 ok 但是会出的 那你可以放心 那你看到我profil完equidity之后呢 那你就会看到我的tvl 那你还会看到一个最重要的 bgt earned 就是你赚了多少bgt的 那你就可以随时就claim它出来 那我想说呢 这个bearer的gain speed都挺贵的 所以大家省着用 那这里就完成了 那我们等这个bgt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呢 那就拿去开始试试投票了 那整个流程跑一转 我们就是将它那个ecosystem 整个生态的map 那就跑一转 那应该可以稳定拿到airdotson 但是它不是明牌说明怎样去拿的 这个照做是我们觉得大机会而已 说到明先 那我们再去刚刚那个bearer chain上面的app去选 那我们今次呢 就去选bgtstation 那这个就是去治理代币的平台 那你看到了 那我们按这个validators 那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那你就可以选择 那你就可以选择 那到底哪一个validator的app 现在呢 Tesla就没有很多东西可以玩 那bribe那些我都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我相信随于主网minnet出现了的时候 应该就会更多东西可以玩了 因为呢 这个bearer chain它也是跟eVM相用的 就是跟以太坊上面的app相用的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给很多不同的developer 那就迁移过来的 那这一部分呢 就不说那么多了 大家做到这里应该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存在那个bgt 没那么快应该有得claim 当你claim完的时候 你来到这里 就随便选择个validator 之后delegate 你那个bgt给它呢 那就给它做一个voting 就基本上就跑完一转流程了 好了 那我们之后就会再出一条影片跟大家讲多一点 因为这个bearer chain是非常之大型 複杂 玩法是都挺新的 这个都要很多集去跟大家慢慢去拆解 那今集来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 还有加入会员去支持 那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